重大消息又来了 洛杉矶县政府又在我们华人区修建经济使用房 以前的经济使用房大家都知道 哎呀价钱砍得很低 这次不一样 在华人区很多的房子的价钱是蛮高的 他直接给你折钱 打比方80多万的房子 你只要交40多万 政府给你30多万的无息贷款 作为利亚逊卫的房屋款项 大家喜不喜欢 我想很多的朋友在我以往的视频里面 我做了20多年的房地产 我也跟很多的低收入的房屋管理的政府团队 有打过交道 特别是在疫情之前 我也帮很多的客人老人家申请这一类的房屋 但是由于疫情一来 我就没有申请了 大家知道排队排得太久了 对不对 当然我也作为一个房地产经济人 我有这方面的信息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特别是一些中低收入的朋友 包括一些年长的朋友 哪个地方有这些经济福利房 所以你要好好的抓去机会 利益时间赶快去申请进去 当然了 这么多年我帮很多的朋友在申请经济使用房的同时 我也发现了很多让我们自己觉得心里很不开心的地方 有我们的亚姨一对夫妻硬生生的分开分成两个人 然后同时去申请两套经济使用房 你也知道呢 疫情之前申请是比较快的 那就老公拿一套老婆拿一套 你看看占了两个资源 有时候我到那边去碰到这一堆老人家 我说哎你现在你们住在一起吗 他说没有啊 我现在还有政府部门委派的就是终点工来给我做卫生煮饭 但是呢我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呢 只是他们来的时候打扫一下 很多的时候啊都在当成了取长室放东西 我说你有这么多东西吗 哎呀真的很不了解啊 我也希望啊很多的朋友你在申请经济福利房 或者低收入房子或者是福利房的时候啊 哎你一家人申请一套就可以了 你看看现在很多人都在排队五年八年都还没有拿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啊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公用资源 大家一起来使用 好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一次洛杉矶县政府啊 针对于我们华人区这种经济实用方式与活样的啊 这次的项目呢整个是33户啊 在我们华人区哈森大汉大家很知道啊 哈森大汉这个城市很多很多的雅裔 我们的华人也包括我们整个美国啊 最著名的西来寺也是这边啊 好我来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啊 这一栋位于哈森大汉的全新住宅社区呢 是洛杉矶县密斗Density Bonus房屋所有权计划 也叫The Los Angeles County Density Bonus Home Ownership Program 简称DBHOP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单词啊 所有的这些政府部门申请房屋的这个网站啊 我都等一下呢我都放到视频下方的我的那个留言区 大家可以到留言区来看啊 这个Program是为中下收入可负担性计划的一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房屋放出来 销售呢就是给中等收入跟低等收入的朋友来申请的啊 整个房屋现在挂上去的价钱呢是483,300美金 因为这个房屋呢在市场上面啊 政府呢不断的在做更精的估价 差不多80多万了 当然了这个房屋只要你符合这个计划中低收入 那么你申请到了以后呢 你只要付483,300块钱 其他的费用也就是三十一万六千七百美金呢 就是政府来发给你 政府发给你 当然呢你要知道 他就会在你的产权上面就占了一个小小的角度 就是说你在买房子贷款的时候 贷款银行也是要你 这个部分呢要把我们银行算进去 不是你个人的对不对 当然你买房屋保险的时候 你的贷款的银行上面呢 也有标志出来 你这个房屋保险不仅是你屋主 还有银行的资料 对不对 第二笔的这个三十一万多的款项呢 是政府部门的 那么你什么时候这笔款项要还呢 第一个房子 你要卖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款项返给政府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在房屋里面有可能是你两个人的名字 你要家人的名字 或者是转成别人的名字 也就是产权拥有人的名字更改的时候 这个钱就要返给政府了 第三个也就是你做重新贷款了 或者是你自己到别的地方买房了 那你就要把这个款项啊 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呢 把款项返给政府啊 那么就是说整个洛杉矶县政府 你也知道政府部门针对这些经济使用房呢 都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 所以整个的房屋在销售的时候 或者是在未来几年中间涨也好 跌也好 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他都会算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看啊 这里面针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来申请的 有什么要求啊 家庭最少要两个人最大的规模为五个人 买家和所有18岁或者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总收入 不得超过一下收入 如果你是两个人来申请 也就是你的收入年收入不能超过125700美金 如果你是三个人来申请 也就是你的年收入不能超过1414400美金 如果你是四个人来申请呢 你的全家的一年的收入不能超过157100美金 如果你是五个人来申请 因为是三房两玉啊 最多能够住到五个人啊 那么你的年收入不能超过169650美金 你超过了你就不要想着过来申请这个啊 根据盖计划呢 总住房费用约为每个月4296美金 你看政府部门都给你算的好好的啊 这里面呢有可能你有贷款的利息啊 HOA物业管理费啊 房地产税啊 也包括你在使用值中间呢 有水电煤气账单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有4296块美金的付出 那么这个部分还没有包括保险啊 当然这个呢是属于康度的形式啊 根据该计划 政府条款可能会根据评估价钱而更改 买家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你是不是符合啊 你的收入符不符合这个计划 那么洛杉矶的房产局也就是LACDA就把你批准成为合格的买家 你就可以来申请对不对 目前在申请的房屋是三房两玉啊 1650sqft也就是一楼跟二楼 一楼呢有个进口 然后有个楼梯 还有两个车的停车位 当然外面呢 你还有两个车的停车的地方啊 你想一想你就有四个停车站 对不对 然后一楼到二楼呢是楼梯 楼梯上去以后呢 就是厨房啊厅啊餐厅啊 在厨房是开放式的 还有个中导也可以在上面吃早餐啊 然后客厅的旁边呢 就是主卧房 四卧房 包括洗衣房也都是在这个附近啊 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地址呢 在哈森达汉这边呢 是很靠近我们华人的超市啊 包括美国的银行啊 WANS的这些便利店啊 7-11包括加油站学校都非常非常方便啊 我想呢 现在在哈森达汉或者是我们洛杉矶县这边呢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 因为这疫情以后啊 到现在的经济方面呢 在收入方面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应该是适合政府要求的这个年收入的限度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赶快来申请啊 你看朋友我在 尔蒙提啊 迪瓦提啊 保温帕克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低收入啊 或者是就是中低收入的福利房 但是我们的华人呢 你申请的太迟了 那么呢 你就不夸了反应也拿不到这个名额 因为名额太有限了 对不对 你看看整个这边呢 是33户 哎 很漂亮啊 当然它的HOA啊 物业管理费呢 是比较高的啊 359块钱一个月 当然这里面一定是包水啊 包减草啊 包垃圾费啊 包括哎 房子外壳的保险啊 所以大家呢 嗯 针对像这一部分的房屋啊 福利房放出来以后呢 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委托你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或者是孩子很懂英文的啊 来跟这个住房销售的人员 马上打电话 让他来检查你所有的东西 你的材料 你的收入 如果你合格了 他就马上把你放进去来 嗯 作为这个申请 就买到了这个福利房 如果说你还在等别人来帮你翻译啊 或者是找啊 别的嗯 经济人的朋友的话呢 你就比较难买上啊 我同时把这两个销售人员 包括审核人员的电话号码 我都放在我的留言区 大家好好的看一看啊 这样呢 抓住机会赶快申请 我想呢 在以后啊 洛杉矶线应该会有更多的经济使用房会出来 因为政策在改变 因为政策在改变 大家的收入呢 也在改变 当然你也知道了 福利也是越来越好啊 所以大家要尽快去申请 我作为一个经济人 房屋啊 管理人员 我也尽量的把政府有一些这项福利房啊 我推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呢 多看我的频道 也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次有很好的经济使用房出来的时候呢 包括啊 整个政府针对于老人家 包括小孩 包括我们年轻人 很多的福利啊 很多鼓励大家来做的一些项目呢 我都会发视频 分享给大家 大家一定呢 在订阅我的视频以后呢 你在看YouTube的时候啊 一下就了解到了 看到了这个项目 你就马上去申请 CJ我抓到了 你这个项目哦 我拿到了这个福利房哦 哎呀 我听到你在下面留言 我就非常非常开心了 好 下个星期呢 就是感恩节了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朋友 感恩节快乐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